各位好,我是青山,今天是SK03的一个分享,直接说结论 SK03是一个外观系统价格都还不错的一个把玩型手电 所以第179的热门本体价格,精致的一个外观设计 然后中规中织的一个驱动,以及大家最喜欢的一个侧灯设计 还有一个支架搭配,我觉得这些都还不错 大部分能买它的主要看点就是说它的一个侧灯设计,一个支架搭配 这个我也一样,所以我就购入了这款 柳金加新合金支架 各位都知道把玩型手电,第一个就是外观也好看 那这东西都是相当不错 我个人比较喜欢新合金款,或者是浩黑款的一个外观设计 浩黑款这个,我是看到出大波那边那个双手图,我觉得很帅 不过目前浩黑还没有出 所以就这个新合金玩玩好了 入门版材料的话,有这个铝合金,然后不锈钢,还有钛合金 当然也出了其他很多其他材料版本 比如说就超导,大马这也挺多的 这个也满足了不同玩家的口味 那手电本体配件也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选择 一个是支架,一个是侧灯的光照 支架也出了两种材料,一个是新合金,一个是钛合金 虽然说新合金的材料不咋地,但这个价我是9块钱还行 钛合金也出了不同颜色和不同表面出力的版本 那各位可以看那张图 主灯珠也出了两款,日价的519A4000K暖白 还有菲利浦的6500K白光 然后测章的话是有6片COB灯珠 这个每片COB里面有三个发光点 针对第一亮度是0.1流明 理论续航是两年 官方说这东西算是电子圈管 我使用上来我感觉确实是 这东西续航真的很长 然后入门版铝合金 或者加新合金支架的话 整套加起来目前是238的一个价格 那我觉得这个SK303就可以变成一个 在把玩型手电里面比较有性价比的一个选择了 所以我也就买了 当时等了20多天才拿到这个 铝合金版的一个手电本体 后来等了10天才拿到新合金支架 这个东西我感觉除了一些发货时间长 温控比较保守 新合金支架不是很耐磨 这个产品的品控还是有人抽奖之外 我觉得应该其他应该就没啥缺点 我们先看一下包装吧 我买是新合金版本 包装就是这样一个小盒子 然后它是手电本体 然后里面是有一根BC线 然后说明书 还有个备用防水线在里面 电磁默认是在手电里面的 然后各位要注意是新合金支架的一个包装 也是一个白色小袋子 这个我已经丢掉了 那里面有两个支架的电圈是透明的 就藏在这个里面 各位不要到时候随手丢掉的 我看到好几个朋友在请你说 他说电圈被随手丢掉 那这个就挺麻烦 我觉得这个收获快了 要少一半 那这东西没法用 只能靠后期再通过补发什么的再得 那手电本体是带一个双向包装 那这个包装的话 各位取得想取的话得小心一点 如果有那种饲料软片 或者是带点硬度这种 或者是笔盖什么的 把两张盖住 然后再拔就好了 那大力出奇力机的话 可能会刮伤它的一个涂层 那如果你是不锈钢 或者是什么钛合金比较硬的 我所谓可能是铝合金会倒霉一点 那手电自带的是一颗 14500戴C口的一个920毫式的电池 它是在手电里面的 你们到时候拿掉植原层 植原片就可以使用 我们细看一下手电本体的一个外观 那它它头部是一颗这种细网纹 带点聚光的一个 但主要是泛光的一个透镜 光斑是这种泛光 但又不是全泛 它还是有个中心的 看到中心是发率 低量会比较明显 这个发率是最明显 然后它的一个特殊版 就是其他材料版本 它跟普通版的透镜是不一样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市场图 目前的话没看出 比较大一个区别 可能都是有范有趣的一个设计 然后透镜底下是一个液光片 这个液光还不错 是绿色 但手机看是个蓝色 持续时间还行 高亮大概能持续个几十秒 这个灯珠也是 里面那个灯珠也是可以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日加的五达九位 一个5000K 一个是菲利普的6500K 那个6500K的型号是那个L2X 也是一个三辅10瓦的一个灯珠 那我这款就是菲利普的 这款HL2X 这款灯珠 这款像奥斯党P9 它从电流的话 亮度会比日加高 但低量发率 这个P9不会 那身体部分 它这个整长度是76.5毫米 然后头部直径是21.5毫米 黑色部分是不锈钢 然后上面是印有蓄列号 这样名称的 然后中部是一个镂空造型 双层 外面层里面层 然后都是一个铝合金的设计 尾部也是铝合金 爆夹是卡在这上面 然后它是一个死心厂 电磁仓部分是一个 很薄很薄的 0.5毫米的一个保管 灯头塞热主要靠 这个里面这部分 黑色的金属部分 所以说塞热一般 因为有双层结构 所以这个既有螺纹导电 也有端面导电 所以可以看一下这个爆炸 这个端面导电 使得手电在使用锂电池的时候 可以通过松开尾盖的实现 一个驱动端电 也就是防无处 但那个螺纹导电 仍然是可以提供一个 侧光侧灯的微光挡 那个小电流 所以你松一些尾线 你可以发现它的驱动端电 也就是主动发点量 但侧边的微光挡 是正常使用的 如果这个功能 微光挡这个使用5号电池 是不行的 只有锂电池可以 5号电池是没有微光挡 然后它是IP65的防传防水 一米的防地 电池是兼容5号电池的 涅氢啊碳性啊碱性啊 或者是零酸铁底啊 14560锂电池 这个是可以的 那这个电池 我建议使用秃头的14560 或者是那种带C口的 虽然说我这个是可以使用平头 但秃头保险一点 铝合金方面的总重量是65克 然后不修钢数83克 我这个铝合金整体的手感不错 目前搭配支架还是挺舒服的 有人觉得支架不太好用 这个这个是属于个人体验 各个的想法 我觉得按自己喜欢的就来 说说驱动设计吧 然后手电的最大亮度是1000牛民 然后最大光脏是3600凯德拉 最大测试是120名 但是我看一下测评网站 一牛民那边说 极量测试是只有800多牛民 那姑且就参考一下 这个东西的操作逻辑 比较简单 单击开核关 开启后长按 是前换长量档位的 这个三个档位都是带记忆的 长量档有三个档位 分别是高量226名 重量76名 定量76名 然后功能档的话 双击击量是1000 三机爆闪也是1000牛民 然后这个爆闪档 长按是切换SOS 电的击量会在持续30秒之后 会降档到高量 也就是220牛民 然后续航2.5小时 高量226名续航也是两个半小时 重量76名续航10小时 定量76名续航50小时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测诊 测诊有三个档位 定量高量性标闪 关机状态下长按一秒 松开 实时打开测诊 测诊的档位调节 也是通过长按来切换 也是带记忆的 然后测诊有高量86名 续航10小时 这个是低量 16名续航50小时 性标闪16名 非锁定外 5G式微光挡地 这边已经开启了 各位应该能看见这个亮度 也就是这个东西 也就是那个电子穿管功能 这个只有使用锂电池的时候 能开启0.16名 能续航两年 这个数据比较夸张 但只是个理问数据 实际上应该没有这么讲 我日常的话是微光挡散开 也是不关的 这个8G是锁定 然后这个锁定其实是点射的功能 是以低量的亮度来点射 按下亮 松开关 是这样 我们来试一下 12345678 散传下代表锁定了 按下亮 松开关 那使用A电池的话 主灯除了没有几辆档 也没有锁定和锁定那个点射的话 侧灯除了没有微光挡 其他都有 那这个续航就不太好说了 因为现在也没有测试数据 我个人测试发现 随着A电池 就是你放的那件A电池 电量的不同 那它的一个档位 丢失情况也是不同的 电量越低 丢失档位越多 比如说我只使用 1.2V的电池的电量的A电池 那主灯就只有低档档 然后侧灯也只有低档档 这个东西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那价格的话 首发价铝合金是179 不就刚刚是199 太合金是399 那其他特殊版就更贵了 基本都带6700以上 然后最便宜的支架 新核心是59 然后太合金支架是399 还是179 那目前对去性价比的肯定是 铝合金或者不锈钢 然后搭配一个新核心 然后还有一个侧灯 那个多彩的一个光照 一共一套四个颜色 20多块钱 那它的手电保销是五年 只见少关方保销地形 目前渠道淘宝 抖音频多多都有 不过价格可能是虚的 这个买的时候 可以四辆客服一下改价 我看到淘宝挺多人上车之后 还是能通过四辆这种方式 拿首发架上车的 那电池的话 它默认的带了个电池 我自己测了一下 0.5万横流放电 8808环时 对 容量 这个容量测试仅仅仅参考 备用电池的话 如果你不是手电发售也要 我建议去看一下 A-Spin或者是雷明兔 或者是奥雷 他家出的这种C口 14500带C口的 这种带C口的充电位比较方便 我自己就是背了两节 这种C口的14500 不过我平头的14500也多 这个各位可以按需购买 那总的来说 03是一个性价比有感觉点 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把玩性手电 尤其是铝合金 但之前开头也说过一堆好话了 我这边就不说了 那我这边说说它一些缺点 手电肯定是手电的核心 它的驱动 有点保守 也是因为散热没有做太好的时候 极量一切能源30秒跳到 这个实用性打了一个折扣 也就是一个普通A的一个水平 那其他的高量设置也比较低 你说它有时候高量设计的话 是极量的一半的亮度 那我还能接受 现在是极量的五分之一 那这个还是有点尴尬 P65可靠性也打了热扣 那再加上那个双层设计 我可以说保守来说基本不好睡 我建议各位也不要碰水 不过也算是能理解 毕竟是把玩性手电 这个也是还是能接受的 其次这次品控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就是有些人遇到了侧边 侧灯的发光量都不一致 似乎不一样 比较有点难受 或者是有些人遇到的震动掉电的情况 或者是驱动怎么了 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 那这个我觉得个人 如果你买到这种问题的话 问题比较严重可以反常 LUF这次也卖了大概几千只手电了 我觉得售后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可能就是时销性不好说 就是你送过去 它发回来这个时间 不知道是不可控 其次就是一个 还有个问题 就是镂空城容易藏灰 就这个地方 假如你的手电掉到沙里 那这个就是个塞难 所以尽量避免这个问题 我感觉的话 03的这个车灯设计 明年应该会有其他手电厂会跟进 尤其是那些会想做EDC 或者是做把玩筒的一些厂商 我觉得它可能很合作 因为毕竟销量摆在这个地方 那至于到底是以啥样的方式来呈现 那要看它们整合成怎么样 那行 以上就是本期LUF SK03的全部内容了 感兴趣的话 不妨点赞投币 接下来 感兴趣的话 可以再去看一下我的 之前关于手电和支架的两个开箱视频 那感谢各位的观看 再见